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会被判斥呢 她每次训练者不会聊天过来吗 年仅十四岁的邱小妹枉死竹林大桥下 这些人下手又多狠 当时候负责协助遗体修复的陈婷儿 回忆起接手邱小妹遗体修复的过程 心中人士满满不舍 太阳穴是被打凹掉了 她的情况真的非常糟糕 然后再来就是她的左脚也不见了 大脑是生命中枢 拿经得起一再重击 邱小妹的头上满部伤痕 严重的颅内出血是她的致命伤 再加上被丢弃在荒烟漫草中 她被发现时早已不满大小蛆虫 青窗就八九个小子在那里了 我们每一次都挑掉 为了让邱小妹能够以最好的样貌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每一个环节都得要仔细修复 我心里会跟她说话 我把你脚接回去了 你赶快去抓坏人 2015年七月九号 西竹地检署 正的林春雄等人 依强制性交杀人罪 毁坏遗弃弃尸体罪 提起公诉 逐刀分局承办人田国山说 就在案件进入地院审理时 某一次她负责介护林春雄 到医院进行精神鉴定 再看到林春雄时 她的身形瘦了一圈 跟以往胸体的模样完全不同了 她收押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收下来了 对 我看到她的时候是蛮白的 而且有收一圈 那上了球车以后在路上 那林春雄就叫我来 说叔叔我都承认了 干嘛还要鉴定什么 她说就给我一枪就好 给我一枪这是林春雄的说法 她说她都认了 鉴定多此一举 她说不用 她说我都已经想很开 我都承认了 不要再做什么鉴定 我觉得当下她是有鬼过之心 2016年6月24号 新竹地方法律一审宣判 认定包括了林春雄在内的五个大人 尽管手段凶残 但是他们都有教化可能 一句可教话 五个人逃过死刑 这样的判决对家属而言 当然不服 孩子无辜枉死 他在人世间的公道 家人当然要提答力争到底 却没想到案件进到了二审 除了可教化之外 法官认定林春雄等人的目的 只是要教训没有杀人犯益 因此将杀人罪改为 较轻的伤害致死 林春雄成哲如判 无期徒刑 黄晓云 何文轩 吴志强 则改判二十到二十八年的徒刑 也没有公道也没有正义 什么叫做没有杀人犯益 监测的法律词汇 邱爸爸不懂 他唯一知道的是 他的孩子就是这一伙人害死的 而且他们用最残忍的手法 夺走了他的女儿 那林春雄她说她要上诉 那已经侵犯了你还要上诉 那我都不服了 我这边我会上诉的 小孩子回不来 又没办法还给我们 道歉有什么用 我都没有接受 我问给他妈妈 她说为什么这些人都不会死 公道 正义真的有这么难吗 2018年8月8号 各地省法官听见了家属的声音 做出的改判 法官认为主嫌林春雄 被逮后不见悔意 依加重强制性交杀人罪 判处死刑 本院依其罪行 衡量其罪责 认为被告林春雄被处于死刑 无法实现社会正义 依法判处被告林春雄死刑 各地省的法官更认为 尽管无法证明林春雄有无教化可能 但是东方事件 奉杀人偿命为铁律 等了四年 家属终于等到了 他们心中的公平正义 却没想到2019年12月24号 跟三省再次改判 而这次判决重击了家属的心 包括林春雄在里的五个人 统统改为无奇徒刑 因为跟三省的法官认为 林春雄这人的犯刑 是属于杀人的不确定故意 非属两公约认定的 情节最严重之罪 也有教化可能 2020年4月1号 最高法院不回上诉 全案定验 林春雄等人确定逃过死刑 得知自己逃过一死 你的媒体询问 林春雄双手何时 没有多说话 对林春雄来说 缠送了五年 他博得了一线生机 但这样的判决理由 谁能接受 对于一个没有深仇大恨 而且有智能障碍的孩子 食虐 性侵 羞辱 焚尸 这不叫最严重 什么才叫做最严重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叫人神共分 就是说你一群围攻一个小朋友 迴攻一个女孩子 这个没有杀人的故意 什么叫杀人的故意 承听而说 在看过邱上面的状况之后 这样的判决 他真的无法接受 他说在无奇判决后的某一天 他到夜市去买果汁时 遇到了邱爸爸 是邱爸爸先看到我的 他叫我 他说陈小姐 我说邱爸爸 他说你怎么还记得我 我说我记得你 我就说 你有看到那个新闻的判决吗 他说有啊 他说不难能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这句话听在陈婷娥的耳里 是觉得酸素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可能甚至想要上诉 但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 订阅的判决 邱爸爸也无力回天 纵使想再多说什么 也只能无奈接受 但是对林春雄来说 逃过一死他人不满足 订阅后不到半年 他就申请再审 想要争取更低的行动 你会替这个死者很不值 这些人好像都没有付出他的代价 这些人好像都 没要没给 还记得办案员警曾经说过 林春雄等了手法 人神共愤连官老爷爷看不下去吗 还记得邱爸爸曾经说过 邱小妹曾经回来托梦气宿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判死 没想到这些话还言犹在耳 2021年10月22号 就在无期定宴后的一年半 却突然传来消息 林春雄在监狱里猝死了 台湾大事不再半会儿记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您的家居是给我们 最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不贪不贵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